三十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巡护员 以生命去看守 政府亦全方位去保护生物多样性 杀绿的枪声终于在可可西里消失 撞灵羊数目由90年代只剩下几万只 升至现在接近30万只 其他野生动物的数目也越来越多 生态开始恢复平衡 可可西里这个世上独一无二 海拔最高的高原 2017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做过了这么多年 真的国家的政策会这样 我们也都没想到过 为了这个环保 一个政府能做到这一步真的不错了 看到那边 那边有天条在那边 这边有草灵羊 木杀那边真的有整个百只 因为现在是他们大迁律的时候 他们就是由那边西藏 一路走到可可西里 卓拉湖 应该在那边 那边是三嵺 所以现在每房大概五月左右 就开始三嵺大迁律之旅 看到那边是一大群的壮灵羊妈妈 你看看 中間不知道要停車 看到車輛出來了 看到我們全霧怡都立刻 立刻設計車輛在那裡 很難煮車 終於又動靜了 看到人在跑過來 走… 我看到他們在過這條青藏公路 這個場景很感動 看到他們可以這麼猶豫自得 但回想起以前 其實他們是一步一競生 在90年代時 隨時都有被人獵殺 現在他們可以看回他們 原本應該有在這片大地 他們家裡的那種安全感 好了,安全了 平平安安,多點嬰兒出來 索蘭達傑的事跡 就像一場蝴蝶效應 影響了很多人的生命 謝謝醫生 謝謝… 謝謝醫生 韓梅醫生是索蘭達傑的同學 一起長大,感情深厚 後來當同學出事之後 韓梅的人生也從此改寫 他離開自己 一直工作舒適的醫院 二十多年來 不斷走入無人區 為來到青藏公園的義工 提供醫療照顧 所以是否所能打劫的事跡 就影響了… 甚麼叫科科西里 甚麼叫野生大悟 甚麼菩薩 甚麼到處開礦 破壞了大自然 這些索蘭達傑 還沒來得及做這種工作 他就犧牲了 但他沒有完成的事情 和這些志願者完成了 現在我們的志願者 基本上就跟那個 清醒之口可以了約那種 你好 你們好 你好 你們是來這裡做醫工的嗎 對,這都是我們的志願者 對 這個叫綠色江河的環保組織 在索蘭達傑死後成立 他們有份籌款參與興建 當初最原始版本的 索蘭達傑保護站 多年來亦都在政府支持下 沿著可可西里旁邊的青藏公路 建了多個綠色役站 做了很多高原環保項目 這些義工都是千里迢迢而來 想要延續索蘭達傑精神保護環境 還要克服高原反應 你們哪裡來的? 貴州來的 貴州? 廣西 廣西 我看你很年輕 對,我就八年輕 這群年輕人都很敬重韓梅醫生 一個快張70歲的老人家 知道自己能力有限 但可以做的事他都意不容辭 我看你們看到韓梅醫師 好像看到親人家人一樣 對,我們上山開戰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幹活 就是很厲害 對,體力特別好 我們都趕不上台 對,他扛那個太陽能板的鋼管那些 扛一個人,很厲害 你們有沒有說不舒服的時候 韓梅醫生有 這樣只上來和其他人上來 比如說你開狂地 什麼去地址地搞狂狂的 還有去打野生動物的 跟他們不一樣 那些人一到高原全都 說不定把小民都送到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之前知道 因為他們心裡 沒有說是轉著 我要去開礦 我要去在高原上轉 老袋什麼東西 他們有 他是去保護 我就一直說他們不會有高盤 因為他們的意志力很強 謝謝 28歲的孫浩是甘肅人 他放棄老家的工作 走來加入這個環保組織 帶領一群義工沿著青藏公路原線 撿起車輛經過留下的垃圾 這就是… 我們三號議站 就在玉珠分 庫洞山的雪山下 就很漂亮 然後這裡就… 有雪山的 給你們帶雞蛋 五蔥五隻 雞蛋雞蛋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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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我們的志願者 然後全國各地來的 你好 你好 來自廣東佛山 廣東的嗎 廣東的嗎 然後大家就在這裡工作生活 工作就主要包括做垃圾調查檢食 然後這裡是廚房 每天要自己做飯 然後也包括睡在這裡 就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青海高海拔地方 來撿垃圾你們家人朋友 會怎麼說 其實我爸爸媽媽 是有一些擔心的 昨天早上還在吸 真的嗎 還好嗎 沒事 沒事 我真的就是 吸完了以後 馬上狀態就OK了 對 意志力 戰勝得高反 我還想往更高的地方 所以我得趕快好 你們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 為什麼會想到 要來這裡當醫工 像你看到了這邊的風景 特別美 我也希望說這邊的風景 能一直這樣保持下去 一個情懷是真誠地希望這個土地變好 消毒 然後我們氛圍 對,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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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袋子裡裝著的 幾乎能來到這裡的所有人就 這些垃圾其實跟那些動物 有什麼關係 這些垃圾看似 我們都是在青藏公路邊上撿的 但如果我們沒有撿回來的話 比如今天就是大風天氣 那風可能吹到草原更深的地方去 或者是有水會把它搬運到更遠的地方去 那就會有動物因為誤食它 然後喪失生命 對,所以我覺得你很容易 人手有限,但垃圾無限 你來的時候覺得很絕望 我沒有想法 原來有這麼多垃圾 还有口罩 口罩也有 所以浩浩你是老远 从家乡来到这里捡垃圾 也是可以说是因为 索南达杰的一个冥想吗 对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看索南达杰这个电影 当时很小 反正当时看的时候 因为你想有一个人 他为了保护藏丽阳的生命 不幸重担牺牲 看的时候我就一边看一边哭 来到这里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冥冥之中也是在继承的 索南达杰烈史的路往前走 就每次想到这些 我都有点难过 对 但又还是有点开心 想到现在的话 如果索南达杰在天有灵的话 看到大家也不用 再冒着生命危险 去保护藏丽阳 以及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 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开心的 你看我们这里就 很近的藏野驴 这是以前大家需要 对 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才能去保护的动物 但现在的话我们就离 哪路十几米也就能看到 这个 这个真是 周围都会见到一些野生公园的动物 哇 很多东西都没见到 你现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频道 想看多些TVB精彩的节目片段 就快点按下下面这个钟仔 subscri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